第363章 如花 幽州一河城郊外有一条灌溉沟渠,入秋时分,那一大片芦苇荡,竟似大雪茫茫般。 几个林河村庄便错落其中,一辆马车由关道转入小路,颠簸不停,马夫是为身穿古怪衣裳的年轻人神情目呢。 马夫身后坐着一位身穿速捷棉衣的男子,斜靠车臂,双腿悬在车外,随着起伏不定的马车一起轻轻晃荡。 黄昏里的小路上,马车赶上一位劳作完毕的老农,马车越过老农时,棉衣男子转头望向那位正好向自己投来好奇视线的老人, 老人长了一张很不忠看的脸,勾壑纵横,只不过虽然身形鱼驴,仍是比那些南方老人要高出半个脑袋,脚步也相当矫健,足可见老人年轻时候肯定是位好把式。 棉衣男子轻轻喊了一声先生,车夫便拎了拎缰绳,马车缓缓停下,男子跳下马车笑着打招呼道,四老爷。 老农满脸错愕,不晓得这位瞧着很面生的后背为何要喊自己四老爷,大概是震慑于棉衣男子的气势,老农如如诺诺,局促不安,不敢搭话。 棉衣男子用最地道的幽州乡土枪微笑道,我呀,村委的陈旺,四老爷,不认得了。 老农瞪大眼睛,使劲打量这位自称住在村委的后生,然后猛然醒悟,皱巴巴的沧桑脸庞上绽放笑容,小望。 陈旺咧嘴笑道,是啊,老人唏嘘不已,随即纳闷道,怎地又回来了?不是上京赶考去了吗? 陈旺笑道,早就考完了,这趟回家看看。当年四老爷还借我二两银子来着,可不敢忘。 老人摆了摆手,好奇问道,考得咋样啊?陈旺轻声道,还行。 老人呕了一声,兴许是担心伤了年轻人的面子,没有刨根问底,何况一辈子都跟黄土地打交道的老人, 其实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,只是叹息一声,可惜了。 陈旺脸色平静,好像没有听明白老人言语里的惋惜。 陈旺与老农一同并肩走回村子,聊今年庄稼地的收成,聊同龄人的婚嫁,聊村里长辈是否都还健在。 通过闲聊,陈旺得知自己的黄泥房祖宅早已破败不堪,一堵墙都塌了, 这在情理之中,十年不曾还乡修缮,本就简陋至极的房子,如何能够安然无恙。 陈旺的爹娘,在赶考前就先后过世,无主的房子,可不是那些看似柔弱的芦苇,金秋一枯,还有明春一荣。 老农有些话没有说出口,其实在这位小旺进京后,村子有位女子, 原本会经常去打扫,收拾得干干净净,就像她自己家一般,年复一年,好些偷偷心疑于她的年轻人,也都死了心,娶妻生子。 而那个黄花闺女,逐渐变成了一位老姑娘。 只是,如今他人都不在了,再与陈旺说这些有什么用,何况陈旺到底是在京城待了那么多年的人,指不定也记不得他了吧。 否则若真有心,哪怕这么多年无法回家,为何连一封信也没有忌讳? 已经临近村头,老人抬起头望向吹烟鸟鸟的村庄,忍不住叹了口气,那个闺女的家就在村头,多贤惠的一个孩子,方圆百里都要竖大拇指,早年媒婆差点踏破她家的门槛,可她不答应,她爹娘也没法子,谁都没料到,竟然到头来会发生那件惨事。 老百姓都认命,命不好,怨不得谁。 这就跟得个病一样,扛得过去就能活,扛不下来,是老天爷不赏饭吃了,就当入土为安。 陈旺没有进村子,突然停下脚步问道,四老爷,他的坟在哪儿? 老人愣了一下,放低嗓音道,你咋知道他? 老人没有继续说下去,陈旺同样没有说话。 老人指了指渡口那边,道,就那儿,坟头虽小,也好找。 陈旺掏出一只沉甸甸的钱囊和一张信间,四老爷,麻烦你帮我把村里的帐环上交给李正或是附近私塾先生,上头都写清楚了。 老人犹豫了一下,终于还是没有拒绝,小心翼翼接过信间钱囊,问道,不回村里头看看。 陈旺摇头道,我就不去了,给我爹娘上过坟,要马上动身回京城那边去。 老人感慨道,这也太急了些啊。 陈旺笑了笑,老人才走出去几步,突然回头问道,小旺,你真在京城当大官了。 陈旺似乎不知如何作答,太安城的大官,皇子公卿,位列中书,一招载之。 所以他只好笑道,不算大。 老人欣慰道,那也很出息了,四老爷很早就知道你小子肯定不差。 陈旺笑意甜淡。 老人林了,不忘多瞥一眼,那位站在陈旺身旁的年轻人,转身离去的时候满肚子狐疑,那身衣裳瞅着挺古怪。 陈旺与那位与国同龄的年轻宦官缓缓前行,他爹娘的坟在村外不远。 陈旺抬起手,扶过那些芦苇。 他当年寒窗苦读的时候,都没敢想什么进士集的金榜提名,他爹娘就更没那份奢望了,他们只觉得自己儿子能够读书十字,就已经是一件光耀门楣的大好事。 北梁苦寒,一家一户能够出一个读书人,就很了不起,跟中原尤其是富饶的江南那边大不相同,那里喜欢讲究耕读传家。 在北梁这里,青壮头军从容得很常见,手里捧书的人却很稀罕。 他刚入京参加会时,北梁是唯一一个在泰安城没有设置试管的,人生地不熟,更没有科举同乡前辈的照幅,就只好借宿在一间小寺庙里。 北梁口音让他四处碰壁,同样一本古籍,店家卖给他就要贵出许多。 即便后来参加过电视,仍是在官场上没有半点童年之异,北梁也算独一份了。 金兰廷在泰安城的飞黄腾达,颜杰西一跃成为黄金国妻,两人处于私人恩怨,都故意没有去改变这一点,就算姚白峰担任国子见左记久,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 而他陈旺,满朝文武眼中的陈少宝,堂堂门下绳左散其尝试,当今天子最为倚重的未来首辅,则是有心且有力,偏偏做不得。 陈旺缓缓缓而行,两侧是高过人顶的芦苇丛,硕大松软的芦花,随秋风而纷纷起,不知落在何方。 陈旺到了那处坟头,拔去蓄乱杂草,然后挣衣襟,跪下重重磕了三个响头,子欲养而亲不带。 那位被这位棉衣男子尊称为四老爷的老人,可能这辈子都不知道,晚辈交到他手上的两样东西,钱囊信奸,后者仅凭最后署名陈旺二字,就是价值千金了。 北梁二十年来,在黎阳官场,只有寥寥数人,其中,晋兰亭官至礼部侍郎,严杰西寿逢大学士,礼学宗师姚白峰,执掌过国子剑,但是这三人加在一起,都未必有陈旺一人的分量重。 甚至可以说,很大意义上,正是这个背景离乡的北梁读书人,他的那两封密信改变了北梁格局。 在原路返回的路上,陈旺遇到了一位身材结实的同龄男子,看到他后,那人神情复杂,有愤闷,有敬畏,有惊讶,有不解。 那人重重呼吸一口气,然后板着脸递给陈旺一个粗步行囊,我妹留下的东西,都是你当年留下的书,还给你。 陈旺结果不囊,正正出神。 那人转身大步离去,停下身形,嗓音沙哑道,望子,虽然我妹妹,但你别觉得她死得不清不白,她比谁都干净。 陈旺捂住嘴巴,望着那个早年经常与自己勾肩搭背,喊一声媚妇的背影,含糊不轻道,对不起。 那人喃喃道,这话你对她说去。 陈旺默然,指缝间渗出心红色。 久久没有挪布。 陈旺捧着布囊,来到渡口,找到那座小坟。 宦官不知所踪,陈旺盘腿坐在坟前,与小坟相对而坐。 有位不识字的女子会在太阳底下寻个干净的地方,晒书,摊开一本一本,收起一本一本。 有位没有嫁人的女子会在无人时前往那座小渡口,等人远望一次一次,转身一次一次。 陈旺清静打开布囊,低头望去,有在熟悉不过的礼记。 大学,也有年岁更为久远的盟学读本三百千。 当年,或是田间劳作,或是渡口岛一,或是大雪时分,或是采摘芦苇,他经常背书给他听。 今年与当年,已是十年之隔,他与他,也已是阴阳之隔。 陈旺闭上眼睛,柔声念道,国有患难,君死设计,大夫死宗庙,百姓最后死相见。 君子曰大德不官,大道不弃,大信不曰,大时不齐,查于此次者,刻意有志于学矣。 使天下之人,齐名圣福,以成祭祀。 杨杨乎,如在其上,如在其左右。 暮色里,读书人读书。 风吹芦苇,轻轻摇晃,如女子点头,笑颜如花。